今天网上传出疑似中国空军最强的蓝军旅装备三架歼20和三架歼16的画面 这被媒体称为是世界上少有的最强机队歼20承担制空歼16承担踹门 近段时间我国最先进的歼20可是军迷们关注的热点 而朱日和的蓝军旅却迎来一款首次公开亮相的战机 风头甚至盖过了歼20 这就是我国的歼20 歼16是我国第四代多用途双座双发歼机轰炸机 于2013年初正式公开 一直都很神秘 直到2017年7月30号 在沙场点兵 嵌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全景计时中 才被首次展示 沙场阅兵时 歼16的飞行员表示 该机装载了我军最先进的有缘相控阵雷达 和我军最先进的远程空空导弹 可实现超世纪作战 而且 当我军一个空军旅全部装备歼16 其战力将十分强悍 全部出动一次可投下400吨炸弹 以及200枚空对空导弹 对海攻击时 可一次性发射240枚英机系列反舰导弹 足够对两个航母群实施饱和式打击 让敌方胆寒 不仅如此 歼16还能弥补我国目前空军的不足 我国现在服役的主力战机 如苏27 歼11 歼10等 都偏重于空战 歼轰7和轰6可以虽然具备对地打击能力 但自卫能力差 而配备国产发动机的歼16 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充当我国的踹门先锋 除了摧毁地面和海上目标 让歼20掌控制空权 歼16还有另一大作用 能更好地为歼20保驾护航 早些时候还爆出歼16有一款改进型号 歼16D电子战飞机 这能很好地保护中国的战斗机和轰炸机 特别是在南海 提升我国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的实力 所以称配备了歼20和歼16的蓝军率 为我国最强机队一点也不为过 这两款战机一起配合 可摧毁任何不怀好意的敌国防御 俄罗斯媒体透露 中俄将在10月签订一个史无前例的合作计划 此事让美国一个组织坐不住了 要求联合国出面阻止 究竟是什么样的合作计划 让美国人如此惊慌失措 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号哨所 回复中俄查看详情